各位同學,我們學會了相對極大跟相對極小的技巧之後 下一步我們應該要學的是應用題 應用題就是所謂的最佳化的問題 因為一般的最佳化問題,它都是有限制在某一區間的範圍 那麼在應用題的過程之中 絕對極值就是我們最主要想要求到的一個結果 絕對極大跟絕對極小在應用上面來說是更加的重要